上海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昨天透露,上海市政府正在跟商务部共同推进,争取把上海作为中国的一个离境退税口岸,探索实施离境退税政策,并悬点设立一批免税商品购物店。 离境退税针对的是境外人士,他们在定点商店购买的退税物品随身协运出境时,可以按照相关规定退税。 目前包括欧盟主要成员国,澳大利亚,日本,韩国,新加坡,泰国等国家和地区都实行离境退税制度。 在我国除上海外,北京,天津等沿海城市也在积极争取成为离境退税口岸。 如果你在商店里买的话,有一个退税单子给你,那么你的海关可以退税,你出境时可以退税。 一旦上海货批成为离境退税口岸,境外消费者在中国内地指定商店购买的退税商品,在上海出境时也能退税。 届时各相关部门将制定退税流程细则。 他在境外的退税,有的是海关,有的是税务,现在你海关和税务它联网了,它就不一定非得要挑战。 这里面就看你将来的流程怎么设计。 据了解,上海还在积极争取,希望能够得到商务部和财政部的支持,在上海选点设立一批免税商品购物店。 东方卫视记者何晓,上海报道。